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第三節大香港早晨 我們這一節會探討一下 這個醜陋的中國人 我們想研究一下中國人 沒錯 拍揚 不是熱血政治的那個拍揚 是另一個拍揚 想探討一下為什麼中國人這麼醜陋 沒錯 我們首先講一下 接下來上海 你講一下我弟弟 我們先講一下上海的一件事 但是之前上海就在浦東那邊 就建了一個迪士尼 還未完成工 即是未完工的 迪士尼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什麼時候說要建的 一一年說要建的 建到現在還未建完 這樣也正常的 那他們 效率這些東西 我認識鐵嗎 不是的 大陸人有些效率很高 可以十天建層樓 我看那段影片 神經病 住不住得的 真的比我都不敢試 不是的 北京奧運的效率都很高 他要做一定做到 做不到有他的原因的 那我們先講一下正經事先 現在上海怎樣 上海又打算建一個海洋公園 那個海洋公園 距離迪士尼25分鐘車程 他打算建一個世界級的 大過香港 那他地大就應該大過香港 大過香港是這樣的 只不過問題是 他那個公園大過香港的公園 還是大過香港整個島 那他有些展館 那這些就是肯定的 那其實我想說什麼呢 在這單 就是 起上海 起海洋公園這單 就是 最主要是想說 他起一個公園 那接著 就是網民的評論 那網民有什麼評論呢 在這個 他這個一個微博的post 就說 不用再跑香港了 因為上海都起海洋公園 那大家就可以去上海玩 那就是 好有趣的 就是網友這家東西呢 有兩種 這個是 亦都是一些 上海人的一些的評論 現在在畫面顯示的 那我想首先說 就是 其實 網友的回應有兩種 有一種 有一種是 就是我們泛指他們中國 不同省份的網友 另外一種是 上海的網友 那 不同省份的 就是中國的網友 他們就說什麼呢 就說 現在有 連上海都在海洋公園了 那 不用再去香港了 或者還需要去香港什麼 就是他們有這樣的看法 那 但是 上海的 網友會怎麼看呢 就是 就是 真的不用再去香港 但是 浦東 撐不撐得住 或者 他說 就是 上海都會變成香港 那樣 那麼擠迫 那好不好呢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是上海網民的 上海網民是這樣的 上海網民是這樣的 還有其實 其實那篇報道呢 他是想抽香港水的 那就是說 他除了報道說 其實那個 講回多一點 海洋公園的資料先 那他就說 那他就包含了 十二個展館 四個大型的 海洋動物互動項目 三個特效的影院 和十五項的 大中型的遊樂設施的 那就會在2017年就建成 那 其實那篇報道呢 就是想抽香港 就是想說 都不用去香港 厲害的香港 厲害的香港 就是香港人這麼排外 那我們都不用再去 就是不用靠你了 我現在不來了 對 所以他的題目就是 忽容跑香港 就是他覺得 你們香港的人 那麼臭串 我就不來 都無所謂 因為我自己起過 非常好 我覺得他這個做法非常好 我當然是拍手贊成 我絕對支持他 很明顯上海這個海洋公園 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 香港那個 竇影那麼小 人家一個上海海洋公園 就要大過你整個香港 是不是 所以大家 正常 你如果真的有興趣去玩 你就應該去上海海洋公園 香港這樣的地方 哪有人去 又小 又要排隊 海團族 都無所謂的 上海半分別 很og on 難可能 就是 所以應該要去上海才對 等等 但是 上海人的看法 不是這樣 上海人的看法 會覺得 一點都不期待 因為上海人已經得到很多 為何還要被浙 我們 ainda會被浙 建台洋公園 這些是排外法西斯 對呀 他這樣說當然是排外 那你跟香港人有什麼分別 你跟香港那些 賣賣 反水貨客那些 反自由行那些 或者那些反中亂港那些人士有什麼分別 以他們眼中他們就是這樣想 怎麼可以這麼排外 人家來到消費 你應該好好地接受 怎麼可以這麼來批評 要不是有外地人來你們上海消費 你們上海人吃屎 要不是內地人上海人完了 要不是上海人來你們那邊玩上海人完了 要不是我們給你錢你們完了 最終就是這樣 總之什麼都是靠我們 不是你們就是完了 所以其實今次 今次我幫大陸網民 支持他們 是不是 上海是一個國家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們連起了海洋公園 零細是比別人更厲害的 是不是 即是怎麼會是香港 這些鬥陰這麼小的地方 我覺得上海人應該包容一下 公道說他 是不是 包容一下 大家都是同胞 是不是 你們都是喝同一個水 同一個奶水長大的 大家都是自己人 是不是 那別人來這裡消費 都是給你錢 所以你需要振興你們的經濟 振興你們的旅遊業 我覺得你們應該去包容一下 如果你容納不了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多見一些設施呢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 你自己的那個 infrastructure 是不是可以落後呢 是不是還可以延伸呢 其實你很多這些方面的東西 去想的嘛 你不能一句話 回答起來 上海已經人多了 那就已經 已經 一定未過那個承受 是的 就已經承受不了 你不可以 那麼 不包容的嘛 你應該是 代客 代客有 你應該 作為一個很好的 host 你應該去 welcome 你的guest 你不可以這樣 很難聽說 我剛才有鐘有影 但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然後 你要去 發掘這些旅客可愛的之處 你們都是同胞 是不是 你應該歡迎他們 應該支持這些基建的項目 你應該支持 還有你 一個海洋公園 建立了 你們又會有很多就業的機會 是不是 那麼大家 除了去做 又可以多了一些人去餵海豚 是不是 又可以多了其他人控制遊戲機 是不是 那麼大家 創作就業機會 這樣幾好 是不是 一舉兩得 對上海人也好 對大陸人來說也好 是不是 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是的 就是 說回一些正經的事先 那就是現在 上海也排外 當然 非常好 你說排外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保護主義 或者是一個本土 剛才大家 抽舊水 是我抽舊水 但是那個事實是什麼 就是 我喜歡講這個評論 就是算了 我寧願被香港的反水貨打 我也不被人踩死 哈哈哈哈 其實為什麼 又記得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35人被踩死的案件 那你們可想言之前 在上海 譬如 自安人群管制 那你這個大陸人 他都說 我真的寧願 寧願回去香港 那又不是我 我覺得 就是大家 包容一點 包容一點 就是你作為旅客 你都包容一點 你作為host 你又包容一點 就是大家都包容一點 我覺得 你不想在上海被人踩死 你都不要下來香港 哈哈哈哈 你就留在自己的地方 是啊 但是歸根究底 為什麼上海網民有這個反應 就是因為搞咎到他們 就是因為 因為建這個海洋公園的時候 他們會預計到 未來就會好像香港那樣 不過那些就不是藥房 那些就是主題公園 主題公園起到周圍都是 然後很多外外 就是他們不同的三份的旅客 就會湧去上海 然後搞他們 或者順便去買東西 因為名牌 對呀上海起碼信譽好少少 我相信 簡單來說就是搞咎你住的地方 就是令到你住的地方很擠迫 本身的店舖又不見了 那你那些 還有在海洋公園 就是 我自己覺得一些動物很可憐 不是但是 就是 說完這裡先 那他就 就是 你現在變成是保護自己 很多上海人會覺得 不要說保護自己 起碼他們在網民的說法就是 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香港 或者會不會影響到他們 因為影響到他們就當然了 他們就會擔心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香港 所以我建議他們 就好像 仿效香港反小火行動 就是 去那個場地或者 抗爭 你 就這樣了 對不對 我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就是 所謂的排外 或者你好像把排外這個負面的詞語 是放了下去本土意識 本土就等於排外 其實本土一方面是你爭取本地人的利益 其實 其實 其實說真的 排外不是本土的最大特點 是排中 是排王 如果有其他國家的人來 可能你們沒有那麼反感 但因為上海人都知道 知道你弄東西 知道你大陸人來 你弄東西你一定會搞 骯髒的地方 你一定會令到我的秩序更加差 你本身已經是逼的 你還要逼上加逼 還要暖上加亂 他們當然是知道 其實他們自己都在抗拒這種劣根性 劣質性 他們最了解的 因為他們自己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不是香港人歧視大陸人 大陸人都歧視 純粹是歧視那種劣質的行為 上海人都很討厭外省人 他們都很討厭外省人的低劣的行為 所以 你不會覺得他們是歧視某一個人種 你不會覺得他們是歧視大陸人 他們都在那個地方的中間 他們沒有種種族歧視 他們是同一個種族的人 我沒有理由歧視你是香港人 我可不可以自我歧視自己的同一個道路 所以證明我們真的不是歧視 只不過大陸人普遍的行為 就是太過分了 所以我們針對行為而出發 和仔這個人說得對 保護自己的地方 無論你是上海人香港人 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幫蟲蟲 浮進來 他們可以跟你掠奪資源 搞亂你的地方 影響你的跌測 你當然是誓死都要去保護 這些就是所謂的本土意識 不是說隨便 你那些曾俊華 在網上寫了兩句 我擔心香港人很排外 不如你翻譯做上海話 跟上海人說吧 不過上海人都說普通話 我真的有這個意思 你不是說立戀 你可以在本土上面再 即是本土意識 不是本土這個Term 因為本土這個Term 都交交地 你說本土意識這件事 不是說你加一些牌外這些東西 就會減低它的影響力 是不可能的 你看得出上海這個例子就是 就是上海人 你只要有心保護自己的家園 有外來的入侵者 你就去對抗它 就是這麽簡單的 無論你怎麽想去抹黑 抵毀 都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這件事是人的天性 Sorry 太強 沒辦法抹黑不了 只能這樣說 另外其實除了想說本部的東西 不是你想說那些魚 是我想說那些魚的 因為你想想上海本身不是一個海洋資源很豐富的地方 那你每逢去 其實香港也不是 應該這樣說 香港也不是的 你應該這樣說 香港也有的 那些中華白海團那些 快死光了 是 譬如你建一個海洋公園的時候 那你又要去周圍捉一些動物花 在那裏擺 你還要建到這麽大 你還要建到這麽多個展館 還有你知道大陸人喜歡的東西浮誇 我喜歡夠勁的 你不大 不浮誇那樣東西 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海洋生物在裏面 那我就覺得 我就替那些 替那些動物很慘 還有是不是 你建一個這樣的公園 你又要折磨到那些動物 你又要折磨到那些上海人 然後你 就是為了可能增加你的GDP 如果我是上海人 我想我都會反對起這個 就是你反對那些動物 就放在那個公園裏面 就是做一些展覽給別人看 就是當成了一種 換物給別人玩弄 因為我見他裏面 他亦都是說有些互動的體驗項目 很慘 互動的 看到那些海豚跳火圈 真的覺得很心酸 可必呢 其實香港都會有一些類似的互動環節在海洋公園那裏 其實我都很反對這些東西 就是那些動物 首先首先我連展覽我都不同意 更何況你還要變成一個玩具 就不斷讓他們玩 我告訴你 大哥你知道那些大陸人是瘋狂的 他們是完全不會親吻那些動物的 是不是 就是有得玩的時候 強國人真的很強 之前你試過 就是那些孔雀不開瓶 就去拔他的孔雀毛 就是老虎不理他 拿石頭扔他 然後其實強國真的很強的 就是香港你都會有少少人性 有少少人性 但是你對中國人 他對著動物是完全沒有人性的 還有我覺得你說上海人 他們去拒絕這個工程 雖然都沒什麼可能的 但是你們可以多個理據 就是動步 你其實建這些 不要說主題公園 或者是Aquarium 其實本身是 是prefer在一些可能生態上是值得保育的地方 然後再在那些環境裡面 建一個設施來保護他當地獨有的品種 或者當地的環境 就是可能有些貧民物種 就是就快會絕種 就是沖繩就是 沖繩那個海洋博覽會就是 你真的保護當地的 你不會突然間 全部的東西都是某個原因才會在沖繩出現 那些物種 你是會保護當地的 而不是說需要在外來運動物 而去做一個展覽 因為動物不是物 就是你不會逐著北極紅去上海這麼熱的地方 但我覺得大陸人做得出來的 或者他會露天養企鵝 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他們可能會專門找一些奇珍義獸回來 然後就跟你說我們現在有這些東西是不是很厲害呢 這樣的做法 其實這些做法是連香港也會有做的 所以我覺得大陸會有這樣的做法是更加不出奇的 到時又是動物在這裡受苦 所以其實我自己就反對 你一來你做不到那個 那個保護 那個保護你不是真的保護動物 你只不過是用動物作為你的身材工具去賺錢 各方面來說我自己就 我是一定反對的 雖然我在香港也不知道那個反對來做什麼 但是動物的東西是沒有槍戒的 很左膠這樣說 其實大陸人去利用那些動物 都不是第一天的新聞 好像剛剛這個禮拜 不是利不利用 他們是殘忍地對待 完全不當是一種生命來的 是啊 殘忍地對待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中國人裡面的那種自私 就是也可以看到他們那個文化的水平 他們對於其他 就是是不是可以愛惜自己意外的 一些人或者生物呢 是做不到的 也是展示出來的 也是有另一則新聞 就是Christine 你也是很想說這一則新聞 也是關於動物的 那你可以說一說 好 那我現在說一說 就是想說 因為星期六 在成都這個商場 有一個活動 就是有一個 其實主要是宣傳那個商場 叫你來買東西 就叫做 我不知道那個什麼天內了 雨天內了 可能春天內了 兩天內了 主要就是他有一個這樣的活動 就有些歌手 有一個環節就是釋放 一些蝴蝶的 就叫做放飛蝴蝶 但是那些蝴蝶哪裡來的 蝴蝶在雲南那裡坐飛機過來的 就是他特地去上街 捉回來捉回來 捉了整個萬隻的蝴蝶 就放了一個鞋盒這麼大的箱 然後就空運這樣抵達成都 因為成都的氣溫 是比雲南低的 所以那些蝴蝶 他們就 因為他們都要適應的嘛 他們適應不了那些氣溫 譬如他們一想放飛的時候 那些蝴蝶就飛不起 有些可能掉落地 或者怎樣 但是你看到那個活動 繼續去一些照片 有一個照片在蝴蝶掉在地上 嘩 那你就看到這個 其實真的是絲環騙的東西 其實他們那個活動是一個放生活動來的 原本就塞在紙皮裡 不是 如果放生又不准 因為放生其實是有宗教意識 它其實是叫做放飛蝴蝶 純粹是想打開雙飛出來而已 增加一些環保意識 提高對環保的意識 是啦就是這樣 你說吧 接著他就開了那堆紙皮箱 然後有一些蝴蝶就 可能是天氣關係 我想最主要就是 因為你無緣無故 他習慣了一個暖的地方 你突然扔他去到 一個這麼冷的地方的時候 然後就抵受不住 溫差地飛不起 然後就掉在台上 那還要是 那些人就好像說有些小朋友 衝了上去 然後搞到一些蝴蝶就踩死了 踩死了 踩死了 應該是虐殺的行動 有 其實他就說放飛 但是放就放了 但是飛不飛得到 結果就是蝴蝶是飛不了的 然後就全都死在地上 然後我看到那個報道就說 工作人員就強調 那些蝴蝶的生命周期 其實都是很短的 可能只有幾個星期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你不要就死 短就不代表他應該死 對呀 即是你都就死了 沒有所謂 即是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那些蝴蝶都就死了 不爭再 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即是就在那裏 在那裏 將一個生命 是你說的那個生命的長短 是你去控制生命是怎樣成長的 是你們這樣無端端在雲南 別人飛得好 這樣你捉了別人過來 然後塞了別人的紙俠那裏 然後你還是塞在一個蜜蜂的紙俠 那是一個蜜蜂的紙俠 神經病 蠢得很厲害 然後捉了他們在那裏 然後你打開 就想製造一個很漂亮 很璀璨很漂亮的畫面 譬如看回網民的回應 其實一面倒都是說 很殘忍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 或者踩死蝴蝶 或者真的很殘忍 微博的反應都是這樣 但是主要是這些 但其實問題是 你踩死蝴蝶 當然是應該去受到譴責 但問題是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活動發生 他真的很令人擔心 等一下他會不會為了提供大家關注老人家的意識 竟然不知道在那裏抓老人家 我們跟他散步 然後這個老人家心臟病 現在他心臟病了 快點把救命中給他 他心臟病 這樣掩著點一下點 就是心臟病 你快點把救命中給他 可能是Joy說的 那些情況都會發生的 你為什麼可以有這個活動 讓他做 這才是那個根本的問題 你就可以看到中國人 他們是為了自己 純粹為了畫面好看 所以說真是醜陋的中國人是沒有錯的 就是 為了好看 為了我很吹策 很浪漫 過蝴蝶齊齊飛 他為了形容這個畫面 純粹為了事的效果 你就謀殺了多少個生命 其實你說放生這件事 本身他是 在佛教裏面來說 他是有一個 有一個理據在這裏 那這裏不平衡 但很多時候你去到中國 或者去到近年 有很多譬如非法的商人 就在那欺騙富裕 或者有些人 他們放生的理念已經 偏離了原來佛教的意思 或者亂任放生 或者亂放生 你是純粹為了自己積陰德 就是叫做幫自己做一些好事 其實這個觀念不是那麼好 你去放生 你不應該想著自己有什麼好處 或者有什麼罪 這樣才去做 但是你知道大陸現在很多 只是你抓了他之後來放 已經違反了自然 你放生是應該想放走他 但是你就特意抓自己回來放 然後又可能你抓一條探水魚 放鹹水海蘭 不知道為什麼要關掉 那是不是真的要殺了他 不是放生 譬如你憑這些 生活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 中國人那種 那種自私 那種只是利己 只是掛著自己 國家自掃門前書 除了跟我有關係的人 以外的人 我都是不在乎的 我都不在乎 那種恐怖的劣根性 你說放回香港 你還會不會想跟別人說 其實我都愛國的 其實我都愛中國的 你會不會想 你不覺得羞恥嗎 這些新聞 你無論是處於一個 實際上 維護本土的利益的角度 你是需要去對抗他們 或者是 從那個民族性 那個劣根性上面 我不是說香港人沒有這件事 香港人都有很多 他的性格上面的優缺點 但是 你憑這些新聞 你看到 沒有一個評論 是說 為何一開始會有這個蝴蝶放生的活動 全部都是說你踩死了那些蝴蝶 是很殘的 那理論上是否就是說 如果你不踩死那些蝴蝶 這些活動就可以搞 這件事是愚蠢的 如果跟他們的邏差 不可以是這樣 所以無論是從任何一個 不是任何一個 從你性格上面 你都不要認自己是中國人 其實說完那麼久 你真的不要再 你告訴朋友 你不要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個不是形容的問題 根本就不是 要切割 要嚴重地切割 你們有沒有什麼要說 你動手不是說的嗎 你是不是在悼念那些蝴蝶 我看你看了一張照片 看得很入神 那些蝴蝶好像 真的是 我拍照到一個很搞笑的情況 就是這個海洋公園開 上海 然後就找了一群老人家回來 請他們玩這個 放山活動 不是 可能關注老人家的活動 然後找他們坐在機動遊戲那裡嚇死 蛤 超越我想像 然後他謀殺 然後他說不是 他心臟病了 他早晚會死 然後就說 但是問題是 你覺得好嗎 就是 那條生命是他自己怎樣去過 不是你去殺他 就算他馬上會死也好 你也沒理由 因為你下一秒死我殺了 所以人道毀滅這件事都很奇怪 人道毀滅就不應該叫人道 你根本就是毀滅了他 怎麼了 為什麼我們說到越來越遠 是啊 不要說到那麼遠 好好好 我最後總結 就是希望上海海洋公園快點起好 還有他們的迪士尼 明年就會起好 希望大陸人高台貴咒 等下年可以上海的迪士尼 不要再來香港的迪士尼 分散一下 分打到香港 是啊 好 我們待會第四節 還會又在這裡 好 待會見